政府推行2030年公共领域 和私人界合作大蓝图 希望借此加强公司合作计划 推动国家经济向上 首相纳杜斯利安华 今天主持推介理事就强调 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界 都必须恪守良好的治理原则 政府绝不会在这一点上妥协 为了加快大蓝图项目的审批和执行 首相署公共及私人界合作单位 将会减少繁文入节 地球高度效率 安华指出 尽管大多项目都恪守良好的治理原则 但依然存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弱点 首相也表态 团结政府推介的公司合作 伙伴关系PPP模式 特点在于薪金制定 必须考虑公司联营企业的员工福祉 并根据企业的经济条件和负担能力 户籍 房屋 教育和健康等家庭需求 Datuk Seri Anwar bin Ibn Bin Shari Datuk Menteri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领域 属于安华主席会 本身份设计前面